1、2、3,加油! 這麼開心,因為3月12日的早上 在灣仔運動場這裡 集合了一批香港學界 跑得最快、跳得最遠、頂到最高的學生 一年一度的港九居學界 D1田徑賽事又再度展開了 女校方面,呂伯德望繼續爭崩頭 而男校方面 長期屈居亞軍的那薩薩 是要挑戰男在運動場上統治的地位 誰是學界的柳翔和寶特 真的要拭目以待 首先是白一米男男子A級賽事 最終,藍白的隊長余懷 卻14.8秒衝過終點 賽後非常激動 很多年在學校之前 有沒有想過今天贏得到? 有想過,但只是想做好自己 會滿意成績嗎? 都滿意 你要幫我學校得到分 會否跟隊友一齊有些事說 拔帥精神,團結一致 再造高福 再造你 這幾年來港九居學界田競賽 都是由男女拔共分天下 不過今年兩間拔帥都各有煩惱 好像女拔來說 今年舊校裝修訓練的時間少了 三年前被女拔對她冠軍寶佐德望 今年最佳是復仇時機 藍拔方面也面對空前的危機 以百米非人為首的黎震 和一群精英分子相繼畢業 令到藍拔的戰鬥力大打折扣 而老對手喇叉領於7.5分 聲明之差輸給藍拔 今年又是一個捲土重來的好時機 去到跳高項目 亦都是藍拔的天下 為甚麼? 因為藍拔挪置了前港隊成員 溫達仰作為校隊的教練 在這位教練領導之下 每一位成員都有顯著進步 尤其B級的休止症更加以1米87破紀錄成功奪冠 不過挑戰更高紀錄失敗後 似乎她對自己還是相當不滿意 可能是心理上不夠強 或者可能有時覺得有點驕傲 因為好好的紀錄就好像沒有一個更強的心 去跳更高的高度 1米87的成績是怎樣 其實我挺滿意的 因為我之前其實挺疏於練習 因為又要打其他球 所以以這麼縮練習來說 我覺得是挺滿意的 精彩賽事很快是腹中人神 這麼多獎本預留給一班得獎 和破紀錄的學生 每位學生親自出來領受 自己應該得到的獎項 除了獎本和獎牌之外 破紀錄的參賽者還有獎狀可以收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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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2 2 1 1 2 2